來參加這場由嚴正署和臺北市政風署所舉辦的 第9屆的嚴正署全國大專屬比賽 我是本堂主席 首先介紹本堂比賽變題 本堂比賽變題為 行政透明更有利於預防攤組 年輕軍閥更有利於預防攤組 再來介紹這個本堂比賽的裁判 在主席右手方是中文大學長來當學長 各位好 各位好 最愛主席正前方的是臺灣大學的政府選長 各位好 最愛主席左手方的是臺北大學的王上豪選長 大家好 再來介紹雙方辯士 正方由選張大學擔任 正方一辯許林翔 正方二辯中大學 大家好 正方正辯邱哲偉 各位 同時正方三辯之間的結辯 接下來介紹雙方 本堂由文化大學來臣 主席 本堂一辯舒宜凡 本堂一辯 本堂一辯周一如 各位好 本堂三辯顏玉榮 大家好 同時正方一辯之間的結辯 再來介紹本堂四個賽制 本堂比賽採新制奧瑞剛四四四制 也就是勝任一群結辯各四分半鐘 本期將於三分三十秒十按影響 三分五十九四分整十個按影響 四分二八二九三十十個按影響 屆時請雲 從上屆時停止發言 而且這場比賽由雙方現行結辯 這邊的中間 那比賽將在零醬一分鐘開始 我只是 utilizar 一斤 一腳就是 一腳就是 了 一腳就一腳 一腳就一腳 一腳就八 rehab 一腳就一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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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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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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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政策性密體的話 它通常一般是愛媒體 通常一般 然後它會要求政防必須要變動現況 然後會有比較具體的可能是政策的範圍 可是在這一種內政策的價值性密體裡面 你會發現它給你們的空間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像什麼行政透明或是也行訊法 它是一個蠻抽象 非常大的概念 所以它的性質討論的方式就會跟地方的爭議一樣 那第一個你們要處理的是 那在討論它到底是有不有利 如果誰更有利於預防貪腐的時候 我們要討論的是現實現況底下的評價 還是未來的趨勢要怎麼走 那第一個要討論的方向 也就是例如說我們這樣以現有的法律 或是現有的某種作為基礎來討論 那我們現在的成果 預防貪腐的成果 到底歸功於誰 這一種現實評價的一種討論 作為創生派主就是其一 其二它可能是例如說未來趨勢的發展 就是好 那我們希望接下來未來的貪腐 想要做得更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做 那是其二 那我覺得這是它在裡面 大家隱隱約約要做得想像的應該會是第二種方式 是我們未來要怎麼走 那如果是未來要怎麼走的話 那正反正方就需要去討論 那你接下來各自要做些什麼 因為這個概念太大了 那對於這個概念裡面 它具體的作為就非常多 對 所以我其實希望聽到那接下來 你們怎麼去定義跟詮釋 就是我們接下來行政後名或自己去做為 那坦白說在做為跟定義上 我覺得正反中方各自有一些定義 但我必須說我能夠不夠完善 尤其是正方 正方你們處理的方式是比較偏通的 我們可以解釋到這邊才行 可是我覺得 想像上比較偏通負面表列的方式 就是除了什麼什麼之外 我們都開放 而不是正面的表列 所以說我們開放了哪一型資訊 可是這對財通對一般來說的接收程度 我覺得是會有一點點障礙 也就是你只講 除了飲食和活防之外 我們都開放 可是聽起來好像開放了很多 但那個開放的東西是不是很重要 對 或它開放了什麼 是現在我們真的很希望想要知道的 它會決定了到底這個行政透明的效果 或是對於大家一般的說明 對 可是你當你用負面的方式去呈現的時候 它就變得不夠清楚 那 反方的話我覺得 你們算是有呈現 但不知道什麼後來有一點點跳動的狀況 我覺得你們呈現這樣 第一個是在 就是對現有已經有訂定罪行的刑罰上去做加重 第二個是去訂定新的罪行 就是可能現在沒有犯罪行的刑罪行的罪行 所以這兩種方面 那 在於 有一個 比較有趣的是 對於 呃 長官 就是很常人的長官 你們去採取連坐的 這樣的一個法則 那這個法則其實一開始我聽過有一點訝異 對 那個訝異是來自於 就是其實跟前後常常有一點點類似 就是我就覺得這個也 好像有點太超過 就是他可能那個長官他可能已經進了 督導異務 或是他其實可能是他 職權之外真的沒有辦法掌控的事情 可是一樣一直被定罪 因為聽起來一開始都很硬 對 可是後來 你們好像到哪一輪的答辯的時候又說 只要長官能夠舉證 他自己有進到異務的話 他也沒罪 對 那可是 那他就跟你一開始的 說法有點像違背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到底你們實體的作為 做了哪一些 他其實正反通通通都需要更近步去說明 我覺得其實就算即使反法 雖然看似在書上 書明的稍微清楚一點 那可是你們後來自己又猶疑了 因為你們的制度其實是有一點太硬的 對 或者是其實是有一點違背 我們一般經驗能夠理解的方向 那第三個部分 我其實希望聽到大家去呈現的是 貪腐這件事情 現況底下就是我們所理解台灣的貪腐 到底誰在貪腐 他一般的層級落在哪一個層級 那他的貪腐的作為做了什麼事情 他造成哪一些傷害 那個傷害可能是經濟上的損失 還是可能是比如說法國 可能是司法陣 我期待聽到的是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到底目前的貪腐的特性 跟過程到底是什麼樣子 他會決定到底哪一個方法比較有效 可是對於現在台灣目前 你一般的工人員貪腐的 太陽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在他們在呈現 對 很少 所以我會覺得很可惜 就是那就沒有辦法比較 到底誰比較有效 你連貪腐到底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你何來談 怎麼解決貪腐有效 這實在是很奇怪的事情 對啊 那我覺得 因為當你去持續定義貪腐這件事情的太陽的時候 其實會決定你之後屬於你的方式好不好 也就是假設他解決貪腐的是比較小眾的 不過他可能傷害是比較小的 對那你就會說可是我們不能解決 所以是因為金額比較大的成績比較高的 之類的等等 所以對於貪腐的特性跟過程的描述 我覺得是只好去加強討論 就是給大家的集點在實體討論以外介紹 那看一下實體的討論條的難些 在正況實驗底下 我覺得你的論述有一點點單調 或者不是說有一點單調 雖然聽起來乍看之下好像蠻明確的 可是那個明確不是概念上的明確 是說詞上的明確 就是重複性很高 可是那個說詞上 它實體代表意義 我覺得在這樣一段落 是沒有被充分體現出來的 你們只講一件事情 你們講的是 我們資訊公開之後 就是人們可以獲得更多資訊 那人獲得更多資訊之後 他就有全民監督的效果 那 你們後來就試圖想要引導到 就是看對方是內部的監督 那內部監督中就是很少數的一群人 可是我是外部全體人民的共同監督 那這個共同監督它可能是有分母上的效果 就是我的人數比較重多 所以比較有效 對 你們大概都只有在這個層次上打轉而已 就是 說法都不超過這個層次 可是我覺得這個層次是有一點點 擔保的 那這個擔保我覺得 那個反方也有進行蠻多不同 波段的攻防 可是我覺得那個攻防也都不夠成熟 而且有一兩個其實有被正方全力 比如說 反到你們第一波攻防是去說 你覺得你的監督沒有效果 因為你覺得公務人員的貪路的行為 它其實是可能是有高度專業性 所以那個高度專業性是一般民眾 他可能看報表看可能看不懂 對 可是 這是一件蠻奇怪的事情 因為看你對於專業的想像是什麼 也就是如果他的專業的想像 其實只來自於你說可能會計能力要以上的話 那其實我們現在台灣就是有高等教育擴張 其實我們高學歷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那為什麼 所以那個高度專業性是為什麼 好像即使假設我又不是學歷 我其實 我只要不是理念酬業的人我都不懂 就做問題 你有沒有想要表達的程度 好像也沒有 不是也沒辦法表達的程度 所以我們去講就是 公務人員有高度專業性 但一般民眾沒有辦法去做結果 這就很奇怪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部分我覺得正方是有意識 那也有成功處理 可是有一些我覺得 反方是有去做挑戰 但我不知道正方的處理很少 但對我來說我覺得效果也非常非常差的 例如說你覺得今天 很多踏入事件之所被爆發出來 它有兩種可能的狀況 一種是媒體的積極主動跟牌 對那一種是就是因為民眾 就是因為檢舉獎金的誘離 所以導致還真正積極的去檢讀 跟資訊公不公還沒有關係 對我來說我覺得那個其實都是對於正方的某種程度這樣 也就是它終究你也沒有辦法證明 它就是所有的都這樣 所有的貪入的股幣和爆發都是只有這個原物 所以重點其實在於正方 它提供了這樣的一個變相的專業 也就是資訊透明之後有沒有助於預防貪入 即使是你剛剛說的那兩個狀況 就是檢舉獎金 我因為檢舉獎金我想去檢舉 可是資訊透不透明會不會影響我檢舉的難易度 會不會影響我今天想要去專業 或想要去找出貪入的方便程度 也會的時候你懂嗎 你去只拆解檢舉獎金沒有意義 因為檢舉獎金而想要去抓貪入的人 他的確仍然會因為資訊公開的受益 或是媒體跟牌他決定要找誰跟牌 說不定資訊透明之後 他決定找誰他可能也會有方向 所以對我來說你這樣的拆解 其實都很容易被正方回應 也就是即使是這兩個方式 資訊公開會對於這兩種的人有加強效果 可是瓜總正方就是沒有對這個做回應蠻可惜的 所以它就會影響就是 雖然我們在概念上面取得正方的 真正意義上熱點沒有被收上來 可是場上呈現效果 不能不說完整度就會下降 那看一下反方 你們的熱點在這樣比賽當中 它被遭受到的攻防 而我問的不是說 不好意思 蠻少的 那蠻少的部分是因為我不知道 正方他可能對於 辯論的規則還是怎麼樣的一個誤解 就是我覺得你太直足於特定的單點來去打 就是 可是其實 我們最後 雙方在做水平 或裁判在做判決上 其實都是一種真理性的文教 所以他們把雙方各自的禮畢 做一個統括性的 概括中的詮釋 然後 在我心中做判斷 可是我會發現的是 對於 加重刑責 他會 增加就是這些 可能想要貪污人等的犯罪成本的事情 我覺得 正方是完完全沒有去挑戰 基本上是沒有去挑戰 就是在增加犯罪成本這件事情 對 那我覺得好歹 可以去做很高層的削弱 是說好 因為在正方世界底下 他也不是完全沒有罪的 所以 終究可能是五年跟七年的差異 對 那 對於這五年跟七年 對他來說 是不是真的實際上 對 大概在實體上 比如說 你能夠舉證 因為你是台灣某一些 他可能 貪污之類的 的罪責 他其實也曾經有調生過 就是他的罪行 所以正方好歹可以挑戰的是 那照你的邏輯 實證上 應該要能夠支持你 之前那些罪責提升之後 我們貪污的 抓到的數量 或是 我們實體上貪污的案件 會減少 對 那你有沒有這樣的 這個資料 對 不然的話 那個一個 可能從五年到七年的 這種成本 可能他就不會被換 那種考量進去 所以你可能 就可以下降了幾個 或是至少他會 在差異性上 可能變更偏向這邊 可是就沒有 那邏輯上好像又有可能 就是 聽起來就是 邏輯上是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邊就很可惜 就是 在這一塊我覺得 凡方是滿完整的呈現的 對 雖然我覺得他其實還有 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但在這方面當中 相對是完整 那在第二塊 在於 連坐的部分 我覺得 正方你們的處理 很快的就想要進入比較 就是 內部監督 他就只是少數人 就是黨官 然後就是 一點點人 然後做監督 那你們 稍微多處理一點 只有兩個 一個是 那最高層級怎麼辦 總統怎麼辦 對 可是你講這麼偏的 或這麼小 少數的狀態 這對方可以送也好啦 總統廣告要怎麼樣 就是 他只是一個人的 貪污院麻煩幾乎而已 就是 我覺得這打這個 是滿無聊 而且你花太多時間了 好 算 更何況後來其實有前世 就是 其實總統還是要守到 其他單位的監督 比如說 比如說 貪污院 或是 那 第二塊 也是講的是 你覺得 公務人員 絕大部分都是 共犯結構 對 可能那共犯結構 它很終究有一個程度 它不會是 全部 就是可能 我們多少公務人員 就 所有公務人員都 在同一個共犯結構 它可能各自不同的案件裡面 它會有 某一個程度 的共犯結構 可是那個某一個程度 的共犯結構 是不是在外部上 例如說 不同部會的人 他可能會有 對同的案子有影響 那你說 共犯結構可能是 在同的部會裡面 進行共犯結構 可是其他的 部會有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 進行結構 或完全對這個案子 沒有掌握 所以我覺得 其實是 可以討論的 所以我覺得 你就直接 一乾散散散 就是 絕對不可能 有任何的 就是 內部監督的可能性 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就 太違背 對一般的經驗法則 跟你要 採取這樣 這麼極端的論述的時候 它所需要 背負的全成本 就非常非常的高 就跟你講 就是 所有的公務人員 都一起在 做觀光效果 對我來說 我覺得就 接受度太低 更何況你是用 斷言的方式 在存在這個論述的時候 對我來講 效果會更差 對 所以 那可是當然 你還是有一些小點 當然 在階段性上 有打到 反法 可是對我來說 它對於論點的影響 就不大 對比如說 你去質疑一件事情 是 那假設有一個部署 他非常非常回彈物 那 可能 長官他真的 無從得知 或者是 在他看的 就是 下手層上來的公務 什麼之類 看起來有非常正常 但實際上他就彈物怎麼辦 對 那面對這種狀況的時候 反床的 回應很有趣 可是我覺得那個回應 就是又有點自答對吧 因為那個是你們最喜歡 這場比賽 喜歡拿來嘲笑正方式 就是教育 就說 我要從小就關心他 從小就好好教育他 他就不會貪污 那怎麼會是這種 奇怪的回應方 對 可是你從頭到了 整場不是在笑正方說 我們秩序透明之後 可以教育什麼時候 民眾不專業沒有關係 交入他 他就要好好去做節目 你嘲笑這麼久的東西 你後來自己還講 交易比較壞 可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那個就是 就是某個階段 對的技巧上的影響 他這個論點本身的傷害很大 對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時候的判斷就蠻簡單 就是我覺得 正方的論點 他造作到反方比較多的攻擊 那這個攻擊我覺得 正方沒有去做回應跟澄清 不要反之我的反方 這樣比較當中 你的論點的 受到攻擊相對少 對 所以我就把論點分數 如果一點點判給監的反方 對 那以上是我對上的交代 和問題的指向問 謝謝 謝謝 謝謝隊長 今天台獎兵 最後這個請 就是右手帽子 要選我們大獎兵 謝謝 對 我覺得就是 不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嗎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打一擊 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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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去像別人請益 都會是對你的 對你的 比賽的實力 或者你會有幫助 我覺得如果你們有 稍微去想 一看思考一下的話 都會知道 這會是一個正確性命 還是一個假的性命 相對應的 就是你要去花一點時間 它可能是資料 可能不是資料 可是你總要花一點時間 跟心力來論證 某些事情 那像我一開始也說過 但是 明多數右記者也說過 明多數右記者也說過 明多數右的雙提指 那這樣子的雙提指 你們要怎麼看待它呢 它 你要等於論證 形成功能 它有一定的效益 那大部分的人都不會選擇 其實在這張比賽裡面 也有聽到那些話 大部分的人不會 大部分的人不會去說 只有一個有效 就是這個很像 可是是這個比較的概念 就是 當然合著更有效 那也是提募講的樣子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雙方就不只是要論證 自己的那個立場是有效 那還要去做出比較 那這個做出比較 那這個做出比較有好多種方式啊 因為 可能是單的效益而言 可能是全面性而言 可能是永遠的難易度而言 就是有好多種判準或是標的 你可以去試著去嘗試 去告訴大家 去說服大家相信你的判準 那花一點力氣去論證說 喔 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在這場比賽 要採用什麼樣的判準 而在這樣子的判準底下 你們的立場 就是狀況自己的立場 會比較有力 這個是一般而言 就是在這樣子的題目 跟這樣子的比賽 會進行的方式 可是這不是在 這個 這場比賽裡面聽到的方式 對我來說 正當你講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的意見 是怎麼去思考這個體驗吧 可是當然 你好像塞了一些資料 或是 講了一些東西 可是 對我來說 論證效率齊低啊 就是 等於我講話 就沒講話 就差不了多少了 那 後來聽到的 你自分認為 這個行政透明是有用的 好像是因為 他可以讓人們 一起到建築的作用 那這個行政透的作用 怎麼來呢 那為什麼這個行政透作用 又比 結晶軍管還要更好的 這個東西很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不會是 不會是 政策性命題 說 你我先架 我的架構架完了 等待趕快來攻擊 而這個 這樣子命題的意思 就是你從一遍 二遍 前階段開始 需要開始去做出一遍 你就去做出比較 而且這個比較 活生也會是 所以當你連判決都沒有告訴大家 你只是單純的去論述 行政透明它有一些好處 可以預防貪服的時候 對我來說 這個論證根本就沒有成功 那相當的反方 我覺得也是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 就是 內心軍管會有一些 呃 你有對行政透明有一些攻擊 那當你連判決的時候 你們認為啊 他們都可以實行預防啊 或是他相對調度全面啊 他們有些專業啊 這些東西 當然 在這面之後 也可以大概可以 聽到類似的意思 可是你們會一樣 比較多 花時間是告訴大家說 呃 它可以有一些 把率上面的調整 可是 一樣嗎 這是一個 那你們如果 你們為什麼會想要 舉出說 你們太多就是 我們的製作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有兩個製作啊 一個是把輕盤的實模啊 一個是把它變成 一個是 連作法上面做出修改啊 然後 以此來認為你們的 連續軍法就是長的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我其實無法理解 為什麼你們會做 這個樣子的選擇 是方便嗎 還是 什麼 什麼樣的原因 什麼樣的一個機會 會讓你們有對這個選擇 這樣的誤解 所以我真的不太知道為什麼 那 OK 那你們 你們這個樣子選擇了 那你們以此 來跟正方做出 比較 那也是可以 就是 那相對的 正方聽到了這個樣子的 態度 你要嘛去質疑它說 喔那個 你可以去跟大家解釋說 這是一個概念性方面的比賽 那當然對方可以 舉出的這個樣子的例子 那我們以這個樣子的例子 來看看這樣子的 比較合不合理 或者可以有什麼樣的 碰撞 都是拆起來 去處理反方的論點 那 呃 我覺得它的不合理 真的就不講 其實我蠻難想像就是 不管你是不知情 都要去被罰 或是 這個樣子的感覺 真的是蠻奇怪的 我不確定你是怎麼看的 這樣的制度 因為你對制度也有一些 掩護 你認為說 反正我如果 你會指證說 我已經善心執責了 那我就可以 不用被罰 那什麼叫善心執責呢 就是 我每天都有查 查氣下屬的工作嘛 就是在我不懂在你們的想像裡面 一個上司 下面有那麼多的下屬 那這個樣子的狀況 底下它是如何去監督到 每一個人的一切的行為 可以進而達成 你們所想要達成的效果 其實我覺得蠻奇怪的 那如果說它這樣撐職了 那不管有沒有說 那最後又受罰了 那你們可以達成某些效果嗎 就在我的想像裡面 已經去把這些奇怪的 會來自於它的違和力 那它的違和力的來 又會來自於 會來自於好多地方 比如它真的罰的夠重 或是它抓的夠遠 或是它這個負責力夠高 有好多種方式可以去論出 不應該是 局限在那些很奇怪的地方嗎 那 那你們要用這個樣子的方式 去操作比賽的話 我個人心想要幾萬不接手 不過 在 這場比賽裡面 正方這個完整 正方也沒有做得比較完整 那對你們來說 好 最後 隱約約 對我來說 接收到的事情 就是 你們認為它可以讓人民 它公佈了一些歷史上面的流程 公佈了一些決議上面的結果 那對人民來說 有一些 可以多知道一些資訊 那當然其實你們 應該可以想像 就是多一些資訊 對 預防單分身有什麼樣實質方面的幫助 所以這種例子應該很好講 可以講特剛嗎 或者是有這樣的問題嗎 那如果說它變得更透明了 那就可以更怎麼樣 你要給大家一個合理的想像 去告訴大家說 哦 原來 把行政變得更透明 可以有這個樣子的效果 大家才會相信你說 你知道嗎 這是一件好事 可是就算不管怎麼樣 那 最後大家的打靶 大家一開始都說 好 我們知道這個兩者都有效果 可是最後的 大家進入的功能都是 這個沒有效果 這個才有效果 就是很奇怪嗎 那你們看得到一些傷心的樣子 你們到底心裡認為 因為如果你們沒有去一些地方 去多出取捨的時候 你們就不會 你們這樣子 當然你們很猛崩說 對方的這個制度 制度有問題啊 對方的這個 這個做法是不恰仗的啊 可是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 就是要做更有力 那當然 你們可以用更直觀的方式說 因為它其實沒有效果 所以 啊我有效果 所以我知道更有力 這個是可以的 可是 那這樣子你們在一開始的態度上 就要舒服的啊 你們 你們不會 可是如果是你們想要做到這個樣子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樣會 不論對這盤狀況 連一些是這盤狀況選擇的態度 我覺得 都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你們要這樣做的話 也不容易成功 因為 不會像 在持觀上面也不會相信 任何一個事情是完全沒有效果的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你們為什麼後面都要做這個樣子的操作呢 那 我覺得都是 就是這些的 所有的根源都會來自於 你們沒有為你們協定下來的判斷 所以 對我來說 最後我的新政的探索結果 我沒有判論點分數 然後我把問題分判給正好 所以我只是宣選 但論點上面是正 是正好 因為我個人而言 我無法接受 用政策的方式去操作你的價值 然後我個人 在你們的口語傳播裡面 讓我接受到的感覺 就是你們認為 這是臉作法 然後你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效果 然後達成內部上面的監督 那當然這幫的思惠 也沒有反駁 也連應著這個樣子的使用 也不多說什麼 那你們就 在這樣子的比較之下 我們對有人認為 是 在習慣上面是不可行的 所以我最後也 反正那個論點就是 論點分數 判斷真的沒有什麼意義 那純粹就是 心靈上面的結果 但是上次在 處理方式 就會讓評審評審這個樣子 因為你們沒有 沒有辦法下說判斷 沒有辦法做好分益 那最後你們的勝負結果 其實跟搞錯 應該是太大的差別 我想跟上團結說 謝謝各位 謝謝學長的精彩獎評之後公布比賽結果 在此宣布比賽公布順序與 陳牙周遲與獎金屬於 獎金屬於無關 第一章評分單 正方比反方 60比63 勝方反方 第二章評分單 正方比反方 62比62 由於論點分在正方 勝方正方 第三章評分單 正方評反方 79.5比88.5 勝方反方 比賽結果有反方 2比1獲勝 請雙邊是台前握手 請雙邊是台前握手 超級巡邁 敏旺 給牠們 超級巡邁